李子林,国家级天津 四县员,牛斌,国家级天津 第一裁判是蔡大森 英言挑战裁判员,尹光明 第二裁判是李子林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 浙江队,三号张景印 五号王志如,七号张冠华 十五号金志红,十八号李永珍 十九号王传奇,四游王永远 十号杨一鸣 主教练,吴胜,梁宁队 四号刘欧,七号张宪南 十号崔丽芳 十二号韩世龙 十三号王少博 十六号随即停 由于这是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所以我们看浙江队的出场 首发队员也是和上个赛季的 是相差不大的 也是来检验训练的一个结果 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浙江队 身穿蓝色球衣的是辽宁队 比赛马上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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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二号位的强攻被拦 张景音四号位的强攻出界 上来之后张景音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发力不猛 辽宁队13号王少博发球 一传不到位调整到三号位 张景音一个过渡 看辽宁队反击 辽宁队7号张献男一个打手出击 开局辽宁队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持续的破坏 一攻 张景音这个球没有掉过去 双篮王把球拦住 开局辽宁队4比1领先 一个轻发一传到位 拉开到二号位 打手出界 张管华把球扣中 一传半到位 拉开到三号位之球这儿进网 处理过去 还是给张管华 拦回 还是张管华 这强队非常信任二号位的边攻 所以这三个球都是给他 也是要分担一下张景音的这个进攻压力 李永珍罚球 一传到位 拉开到二号位之球还是进了 两个球都传得有点进网 这两个球都传得有点进网 这样的攻守没有办法处理 一传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 一传到位 打一个加三 这球力量非常大 而且晃了一个空门 两阵队一传到位 进去快 这球二传跟副攻配得非常好 万经头回放 这个球 二传给攻守位得很舒服 一传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 全攻 一对一的情况下 张景音还是 有这个实力的 一传不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 调整 一个大斜线 还是队长张献南 打球扣中 还是想拼发球 但这个球没有过往 王传奇发球 这是浙江队的复攻 一传半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 这球二传 这球二传调的稍微有一点开 这球两米半的位置 确实是暴露性强攻 很难突破过去 一传不到位 还是四号位 给拦回 这球王少博拐了一个直线 把球打在了一号位的底角 拉开到四号位 强攻 这球大手出界 他网球 这球两军队没有配上 这球主攻王离跑了 绑起 还是给四号位 这球王少博打标志杆 这段时间 我们看 辽宁队基本上都是给四号位的高球 有一个是三号位的进体块 二号位一个都没有 还是要想一下 如何分担一下这四号位的压力 还是给四号位 还是给四号位 这球打了一个直线 二传刘傲发球 张景印的一个后五 踩线 在南排比赛里 会有五号位的进攻 在浙江队比较 长出现 因为张景印在五号位的时候 也是一个 有火力的进攻点 一传到位 拉开到二号位 这球打往之后出界 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自私 前面一个彩线 就是一个打往出界 一传到位 还给张冠华 这球被王少博 大人浪王把球拦在境内 还是张景印一个后五把球打中 开除我 把球抢太近 fica 是 比赛 复顿 帼 被拦回 一个小斜线 但这个球稍微线路长了一点 打到界外 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浙江队 一伤不到位调给崔利芳这个球传的有点掉头好在攻手赶上了这个脚步 这张景音主球是开炮了打到了境外 开局到现在张景音的失误已经有三个了 给金智虎 卡林队反击轻掉 这球大手出界 浙江队请求暂停 确实这段时间浙江队的一传压力比较大 好 对吧 你怎么不知道该吗 在一个发球 有没有 什么啊 好久不見了,不要跑,快點送他,來,快點送他,來,好久不見了,好久不見了! 快點上,不要上手! 好! 三军回来 还是辽宁队在发球 这球保了一下 打了一个前错 这是一个复工的自我掩护 我们看李永珍 自己有一个破开 给自己晃了一个空门 李成到位 拉开到二号位 这球接应 下手非常果断 这样的一场到位 打快攻 这个球被 复攻盯住了 韩世龙 白球拦住 一拳到位 还给一块攻 这防起 王少博的一个后三 这个球张景音的一个调整 把球打在了大斜线上 在乱球当中得分 是非常长士气的一件事情 震宗邨 不一定 在乱球 带给反 gen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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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人队一传半到位这球传到二号位这球太渣网了 在哪里? 被开队一个星期间靠下, 很快月她的星期间靠下巴, 不是发 French perspective, 对, 对加队一切。 根本是在墙培的东西。 这个包围是有很多的吗? 价格上的不仇的东西。 中国人, 准备隔在墙培的地方就能够在墙培的地方。 我们看在暂停期间 主教练也是在跟表演队的二船沟通 要让他不要太紧张 要让攻守 先把球给攻守立住 这样的话 他们把一公打走 这就是这样 浙江队是又抓住了一个探头机会 把比分扳平 要让他不要太紧张 要让他不要太紧张 张冠华的后二把球扣中 距离关键分20分 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紧咬 辽宁队换人 换下了刘奥换上了刘宇哥 97年出生的二船 来张冠华罚球 拉开到四号位 这球传着二道 富太王 好扶着 好 好 阿娟 达拉 好 好 好的 好 好 soul 快球快球 加油 好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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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局中阶段这张队也是好发球 破坏了辽宁队的移工 辽宁队的二船 在局中阶段也是发生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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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只能是轻拍过渡 看反击快攻 给黄启 还是给主攻张向南 这球轻拍 两阵队在前排有两点很好的掩护下 给了一个后三 但这个球出界了 23比19 浙江队领先4分 浙江队双人拉网 把推力方拦住 浙江队的发球意图很明显 就是压前排的主攻 拿掉你前排主攻的进攻 就拦你另一个变攻 这个方法非常奏效 拿到第一局局点24比19 王少博这个球 我们看自由人是过来保护了王少博的遗传 让他解放遗传的压力之后 去进攻 韩世龙发球 一团到位 这球复攻掉了一个4号位的小巧 25比20 这球队拿下第一局 我们稍时休息 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2分之后 看门来了 小羊发球 consistency 等一下 想吗 1分之后 姚湯 杨津队 刘宇哥先发球 一拳半到位 炒给张景act 张天队防甲 炒给票 这球王少博 面对3人拦网 还是非常果断下手 但是被拦住了 我们看第一局后半段的时候 浙江队的拦网就慢慢发挥作用了 浙江队李永珍发球 这个球这些大调整中 王少博在反轮把球扣中 这个球调整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一传到位 好一个短球 这个球张景印掉了一个二传的身后 一传半到位 调给四号位 这球这到 给张光滑一个后二 这球黄蟹 这能无攻 梁云队的防守非常顽强 看这辆队组织 二传一个二次 王志如的这个二次掉得非常快 一传半到位 打一块攻被拦回 梁云队 梁云队现在还是在二传 这个上面 给啊 给攻守的球都比较开 要不就比较到 你看刚才这二号位 今天只能是拍过去 快攻没配上 看反击 张光滑后二 这球是打到界外 接应催离方发球 一看不到位 看调整 金志宏的四号位 打了一个小斜线 这两个有反击机会 哎 这个球浙江队也是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二传应该在传之前 看一眼自己本队的位置 这球想给复攻 但是复攻还在拦网那个位置 没有回来 张显南的发球直接得分 这个球发的性能非常好 其实双方一传都会发生不稳定的这种情况 就看谁的发球能够先冲出来 这张队还是出现了遗传不稳的这个情况 好 1 4 1 4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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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9 8 一传不到位 导致给王少博自己 王少博这几个调整功打得还是不错的 开局一个二号位的调整 这就是一个四号位调整 张省晋的一个五号位 直接打到界外 对立方的一个后二把球打在界内 这几分辽宁队的发球一直在找张景音 确实很奏效 有人来保护一下 张冠华打了一条小斜线 这个球没有发上完全的力 传得有点道 这一条小斜线 前面看 二季没球 就走那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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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二传调整得非常好 单手调整了一个进体块 郁永珍下手也非常果断 表演队一传到位 拉开了二后一强攻 一对一的情况下打了一个中线 一对余 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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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晓柔 一对 一对 这张队同样是二号位强攻把球扣中 这张队同样是二号位强攻把球扣中 这张队的发球失误还是要控制一下 已经两轮 还得二号为强攻 为防起 给张晓芸 追求王传奇的一个探头把球篮在界内 这段时间 两年队的接应崔立方 发挥得非常好 二船也是非常信任他 这将对手 第十九号王传奇发球 在第一局也是王传奇的发球轮 让辽宁队连连卡轮 金志鸿和李永珍的双人篮网把球拦住 这个球张建南非常清楚 第一个被拦回之后第二个马上 掉了一个直线 有人想拼发球 但发球出界了 在第一局都关掉总 他拦两局都是几千年 所以我们在第一局中 我们在第一局中 冒陆大株 第一局正在一局中 打完五局中 然后我们在第一局中 张冠华这段时间也是逐渐把进攻打开了 确实第一场比赛双方的运动员都要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找状态 也是为后面的比赛做一些准备 这张队又是发球接得分 金志宏 一传半到位 挑战给伺候一强攻 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王少博还是下手非常果断 金志宏一个后三把球扣中 在辽政队追发张景印的时候 这个浙江队的二船还是靠两个边攻 一个是金志宏一个是张冠华 来分担张景印的进攻压力 现在换上十三号 吕天佑上来发球 吕天佑上来发球 就是跑一开始更好 树江队的一路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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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队有一个探头的机会 但是这个球张向南太寻球发力了 这个球打在网袋上 非常可惜 这球是平打造了一个打手出界 两天队的复攻随机停发球 还是想找张景印 但是这个球角度太大了 杨宁队这个时候一传也出现了波动 金志宏打了一个探头 这条队已经到了20分的关键分 打一个冲进 打一个冲进 这球被防起 看调整 这球张向南想打一个大斜线 这球出界 杨宁队也是换人 换上了8号层序 这将对王川奇发球 一传还是不到位调整 调整 调过度 金志宏小斜线被防起 这球是刚上来的从旭给王少博 调了一个后三 王少博把球打中 王少博打中 王志如 這球還是用一個二次把球掉中 23比20 一傳半到位 打開到四號位王志如 這球打手出界 浙江隊請求挑戰 挑戰內容為 球背處粉紅 隊員藍王手 浙江隊是請求一個挑戰 挑戰這個球沒有打手 你會先去購買 你會先去那些 挑戰 挑戰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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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队挑战成功 球队处南网队员 浙江队挑战成功 这一分是等了浙江队 场上比分来到了24比20 浙江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刚才这一分挑战还是非常关键的 王志如发球 发球直接得分 25比20 浙江队又拿下了第二局 那我们稍时休息 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排队 老闆 加油 走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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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啊 大连杰 好 好 好 加油 二人不满啊 快点快点 不行啊 快点做 十块大 好 一二 一二 加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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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复 先往 来来来 再加 这儿 放住 中文字幕——YK 快快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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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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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队请求换人 5号下 8号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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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fix it 快 precis 哇 我们去 哪个人 누 nos 他们都打了 给我来 对 快 两つ 那 好 加油 好 好 好 我拿了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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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过去 你过来 好 来来 没了 哎 啊 哎 哎 哎 好了 好了 快 好 中央队抓了一个探头机会 一传不到位 王少博强攻 打了一个小斜线 下手非常果断 点也很高 张冠华二号位 打了一个腰线 这段时间张冠华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这将对主攻金智洪罚球 双人蓝网拦住了崔立方的扣球 羊群队打了一个三号位的快球 但这个球没有配上 王少博发球 这个球打手之后 叠外 这个时候羊群队的发球拼得很凶 12比8 从去调整一个后三 这个球调整得非常好 但是三人蓝网把球拦住 刚才是李永珍的篮网 李永珍的发球性能也是非常不错 看这个球 羊群不到位 给王少博后三 这个球轻打过度 看调整 给张景音 打在了五号位的底角 是一个世界最长线 这个球靠防守的话是很难防起来的 现在比分追到了10比12 这将对落后两分 这个球是想保一下 但是没有发过保 被篮回看调整 还是给张景音 打网之后落在界内 一传到位 给王少博 这个球三人蓝网把球拦住 一传半到位 拉开到四号位 同旭 这球是直接打到界外 太寻求发力了 这个球是直接打到界外 没有包住这个球 阳连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来 我们本来是人员 他突然间就扑到里面这个墙 为什么 你把这个动作都已经给他了 就是吧 那么扣成这瞬间 你能不能看到蓝网的首 瞬间有变化 赞停期间 主教练也是跟王少博在说 这个扣球动作的问题 只是要在扣的那一瞬间 看一下对方篮王手 最好是能避开篮王手 否则你要是直接打到篮王手上的话 跟对墙扣是一样的 宇传不到位 导整到四号位 这个球太开了 看反击 杨广华 后二 两名队是没有救起来这个球 好 二 回忆 倒置中阶段双方还是咬的比较紧 压前排主攻 金智宏4号位1对1 平拉开一把球扣重 这个球辽宁队的二传 传得非常好 给攻手晃了一个1对1 这里方也是打了一个直线 张冠华后二的一个大斜线把球扣重 第三局张冠华的这个一攻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陈烈阳的发球破坏了一传 这球辽宁队的二传 顺势一个二次把球掉在界内 陈烈阳的发球破坏了一传 这球辽宁队的二传 顺势一个二次把球掉在界内 一传到位打了一个短球 这个球是金智宏把球掉在界内 从慢镜头看这个球其实有一点点掉头了 一传到位 这两队双人拦网把球拦在界内 这一轮是辽宁队的反轮 黄少博在二号位 吹立方在四号位 吹立方在四号位 一传到位 打一快攻 这球也是被浙江队盯住了快攻 两天队在反轮被卡轮 被拦回看怎么组织 打开到四号位强攻 这球是打网带之后出界 辽宁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在反轮还是要耐心一点 减少自己的失误 没有了 天天没有了 小二就定点的 他打的前面咬的 小水也前面咬 他在后面咬上来 这起码比一地一强 一地一他们的篮网 竟然教育都很高 手势都非常好 你不明白 这二打一啊 咱是到位球 可惜了 龙龙 这三个一船 辽宁队接的都很到位 但是 攻守在扣的时候 被浙江队猜得比较准 二船还是要在组织上 再想一些办法 二十一比十七 这张队罚球 一船到位 跑了一个交叉 对手王少博 从二号位跑到三号位 打了一个半高球 一船半到位 调整到扫位 给张景音 轻打过渡 调给接应 这一球张冠华反应非常快 顺势一抹 这一球张冠华反应非常快 顺势一抹 再来 这一球 特别担心 这一球 西方 这样子 遮掩 这一球 传有点尽往 辽宁队的后排 人员 也是相互易干扰 这个球直接落地 一传到位 给二号位清掉被防起 张景音四号位 这个球被双人篮网拦住了 把一个前驱 拿开到四号位 一对一 打了一个腰线 这球打得很深 这张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4比20 现在发球的是三号主公张景音 一传不到位 梁景队无功 看怎么组织 张景音的一个后三把球扣中 那25比20 这双队又拿到了第三局 总比分以3比0 战胜了辽宁队 那三局的比赛都是25比20 本场比赛 本场比赛就为您解说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比赛是北京对阵湖北 请到市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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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